Hello大家好,我是Jessica,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就帮大家解锁如何最大化利用Home Buyers Plan 购房计划和RSP来买资助房 甚至可以帮你省出一部分或者全部的closing cost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 这个频道是想跟大家一同成长 我会用通俗欲懂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一些加拿大税务知识 理财和自我提升的tips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子我有新的更新 你就会在第一时间得到通知 我们今天就分两部分来讲解Home Buyers Plan 首先第一部分我们会讲解 如何参与Home Buyers Plan购房计划 第二部分我会给大家总结一个七步曲 可以让你更有规划的利用Home Buyers Plan Home Buyers Plan是加拿大政府提供的program 允许你免税的从你RSP账户里面取出最高35000的额度 来支持你买或者建你在加拿大境内的自住房 如果要参与Home Buyers Plan的话 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首先第一个条件必须满足First Time Home Buyers 首次购房者条件 那么什么叫做First Time Home Buyer呢 First Time Home Buyer呢 是指你在过去的四年当中 没有居住在自己或者配偶所拥有的房产里面 但是如果你或者你的配偶拥有这套房 但是没有把它作为你的自住房的话 也是符合第一个要求的 这四年的时间定义呢 是指从你取款那一年往前倒四年 到你取款那一天的一个月之前 在这个期间你没有拥有Own and Occupied Home 也就是说你没有在自己或者配偶的房产里面居住过 Sara非常贴心的给我们举了个例子啊 比如说你是在2020年3月31号取款 那么这个起始日期呢 就是2020年往前倒四年 也就是2016年的1月1号 到你取款前的一个月之前 也就是2020年2月28号 所以这四年期间呢 是指2016年1月1号到2020年2月28号 第二个条件是 在你申请Home Buyers Plan的时候呢 你必须已经拿到Return Agreement 也就是双方已经签字的Offer Purchase 这也是你最早可以申请Home Buyers Plan的时间 在没签Offer之前是不能申请的 我们一会儿会在七部曲里面提到截止日期 第三个条件 在你从RSP里面取款的时候 必须是加拿大居民 第四个条件是 你必须有打算将这个房子作为你的自住房 至少一年的时间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Sara用的词是Intent 也就是说你要有这个意图 如果你之后没有住满一年的话 那么你必须有不可抗拒的理由和证据 来证明你有意图 其实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所以很少有人不住满一年 第五个条件呢 是针对你是第二次 或者不是第一次使用Home Buyers Plan的人群 也就是说Home Buyers Plan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第五个条件是 你必须把之前Home Buyers Plan的余额还清 并且符合我们刚刚提到的四个条件 才可以再申请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最大化利用Home Buyers Plan和RSP 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个七部曲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首先第一步 你必须要确保你有足够的RSP Contribution的额度 我们在之前税务视频的第三期讲RSP的时候就提到过 你可以登陆CRA的My Account 或者从你去年的报税回单Notice of Assessment也可以查得到 第二步呢 就是从你的首付款里面存入最高三万五千的额度 到你的RSP账户里面 如果你的额度没有三万五的话 就存入你的最大额度就可以了 第三步呢 就是按时或者提前报税 一般情况下 从每年的三月就可以开始报你前一年的税了 一般报完税快的话 一到两个星期你就可以拿到报税的退款 第一次使用的话 在这边需要注意的是 最晚你可以等到Closing Day之后的30天 也就是说Home Buyers Plan的提取时间呢 是在你签了offer的时候 到Closing之后的30天之内完成 第六步在下一年报税的时候 也就是在你报你买房子那年的税的时候 提醒你的会计师 或者如果你是自己报税的话 不要忘记申请Home Buyers Amount5000刀 这样子又可以帮你省去750刀左右的税款 前提是你必须有交过这么多的税才可以减免 因为这部分是Non-refundable Tax Credit 如果是夫妻两个人买的话 只有一方或者两个人加起来 只能Claim5000刀的Home Buyers Amount 这个Credit是根据Property来计算的 而不是根据个人来计算 大家千万不要把Home Buyers Amount和Home Buyers Plan搞混 Amount是跟你报税有关 Plan是指你可以用这个计划来购房 它只是一个Program 第七步开始还款 一般情况下要求是在提款的第二年开始还款 分15年还清 如果你是取出了最大额度35000刀的话 那么你每年的还款额度将会是2333.33 比如你是2020年从RSP里面利用Home Buyers Plan取款 那么你当年也就是2020年和过后一年 2021年是都不需要还款的 你最晚可以等到第二年2022年开始还款 其实你只要保证每年有contribute至少2333.33的RSP就可以了 等你报税的时候再指定哪一部分是你的Home Buyers Plan的还款 哪一部分是你RSP的contribute Home Buyers Plan的那一部分是不能用来抵扣你的收入的 政府主要也是考虑买房子之后有很大的开销 所以给了一个缓冲期 当然了如果你非要在2022年之前还也是可以的 这样你第一年应还款的额度就会相应的减少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怎么计算的话 也可以在你的note assess面可以查到 一般情况下每年都是按照你剩余未还款的额度 除以你剩余的年限 那么我们来算一下这波操作可以帮你省去多少的税 比如如果你是单身年收入8万 然后还有3万5的RSP额度没有用 你的编辑税率是30% 那么你使用Home Buyers Plan的话就可以帮你省去10500的税 也就是说相当于你的首付款增加10500 而且在第二年报税的时候 你还可以申报5000刀的Home Buyers Amount 也就是说可以另外的帮你省750刀的税款 使用这个方式RSP的省税公式就是Qualified RSP Contribution 乘以你的Marginal Tax Rate 就等于Estimated Tax Saving 如果你是夫妻两个人的话 就可以一共省21000刀的税 外加750刀的Home Buyers Amount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时间线 你可以在1月份的时候先存入35000刀 或者你想用的额度 然后在报税的时候 指定这个Contribution用来抵你去年的收入 因为在当年前60天的RSP Contribution 是可以选择用来抵你去年的收入 还是当年的收入 但是60天之后的Contribution 就只能用来抵你当年的收入了 然后报税拿到退款 那么这部分钱就可以在当年使用了 然后在取款之前 保证这部分钱在账户里面已经待满90天 如果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话 我建议咨询专业人士 以上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最大话利用Home Buyers Plan和RSP的方法 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还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想要了解的话题 欢迎在下方留言 希望这期视频可以帮到你 也欢迎转发给需要的小伙伴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启发的话 请帮我点个赞 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子我有新的更新 你就会在第一时间得到通知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